而无独有偶现议会国民党议会党团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指控罗东政长参选人林士奇三月份所办的拍照打卡看Cano的活动 从原本要拍照打卡才可以兑换电影票 到后来要到竞选总部就可以锁票 明显是涉及会选 希望检调单位可以查明来端正选风 现议会国民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 指控罗东政长参选人林士奇也涉及旗约会选 先议员李志庸和林岳选说 最近接获民众检举 林士奇阵营所举办的拍照打卡看Cano活动 原本必须拍照打卡才能换电影票 到后来变成只要人到竞选总部 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就可以拿到价值180元一张的电影票 明显涉及会选 因为刚才开始是透过瓦东上传照片 一直加上传照片 一直加上加入粉丝团 到最好甚至于连秀出 加入粉丝团的证明都不念 去到国家就拿出 这个180元 一张180元 他拿两张的电影票 这都清清楚楚 包括兼职人所领的电影票 都清清楚楚楚 兼职人也很明确 来跟我们说只要检查 概率标准 除了他这里有录音录音党以外 他也愿意本人出来做钱 所以我们会后要做这些资料 我们以资料 我们以资料 但希望在这些资料 尽快可以把案件查清楚 改变罗东在青年的手中 三个九一起拍照打卡 一起欣赏卡 我想这个最简单 这就证明了 因为他打文宣有一张 这文宣打完之后 只要免费打卡 因为他不能两张给他给他 我想这是不是最简单的证明